沙特阿拉伯卫生部30日通报,该国又有三人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 目前,沙特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升至21人。 沙特卫生部说,三名死者的年龄在24岁至60岁之间,一个月前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此前,他们患有包括肾衰竭在内的慢性疾病。 此外,沙特卫生部表示,该国又新增一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感染者上升至38人。 截至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收到全球通报的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升至30例,感染病例达到49例。 世卫组织已于28日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正式定名为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于去年在沙特发现,它与SA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 感染者都会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征,并伴有急性肾衰竭。 世卫组织建议其成员加强监测和防控措施,有利应对疑似病例, 并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任何新发的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世卫组织重申,其正与各国和国际伙伴就该疾病展开密切合作。 世卫组织建议